因為由議員拉布 財委會仍然有多項政府撥款未審議 梁振英說 曾經考慮調動申請撥款的次序 但最後決定不作調動 我們在政府裏面也多番考慮過 我們有沒有需要將某些項目調動一下 到最後我們決定不這樣做 主要的原因就是確實 在清單上的二十多項 政府提出的建議、舉措、法案等等 我們真的不能做什麼調動 因為每一項都十分重要 如果調動的話 會不會造成其他問題 這也是難說的 達文會期間離場的二十多個泛民主派議員說 不滿梁振英沒有回應 七十多萬市民參與全民投票 以及超過五十萬人上街 他們要求沒有篩選的普選 並要求梁振英下台 689 689 要回應 要回應 689 要回應 八天前的全民投票 是有七十九萬人 是要求沒有篩選真普選 上個禮拜 早兩日 7月1日的遊行 是超過五十一萬人 是要求我們香港人 是應該享有一個是真普選 沒有篩選的政改制度 而梁振英就著這兩件事 是一聲門出 躲在歸宿 這樣的特首 是不受我們尊重 今天我們是史無前例 民主派的議員 是一起抗議離場 不聽行政長官來到這裡說廢話 現在行政和立法的關係 是貧林破裂的邊緣 但是你看看梁振英在裡面做什麼呢 他在這裡辦沒有事發生過的 但是我們今天憤怒地走出來 就是代表千千萬萬的香港市民 講出我們對他的政權 對他的集團的不恥 我們是希望特區政府 和中央政府 是要深切檢討 看看怎樣去回應民意 香港人現在要準備熱身 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 完全不講道理 橫漫霸道的政權 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熱定身 去準備一個和平的抗爭 建制派議員在達文會之後 譴責泛民議員破壞議會秩序 破壞市民對議會的期望 議會有議會的功能 街頭行動有街頭行動的作用 如果將街頭行動搬到議會上面上演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會影響到整個議會的運作 也會影響到議會應有的功能 所以我希望日後泛民的議員想清楚 如果他要做一些爭取性激烈的行動 應該在街頭上演 市民很希望大家爭取民主的時候 都是考慮到公眾利益和公帑的使用 所以特首答問大會是很多市民 希望我們議員 是履行我們議員的責任 問到公眾關心的各項問題 如果用這種方式去搗亂議會的運作 其實是無法爭取他們說的制度之外 亦都是破壞了市民對議會的期望 在會議廳涉嫌釘玻璃杯的議員黃毓民說 忘記自己釘了甚麼 我忘記了 因為我琴腸的桌子甚麼都扔了 忘記了 有那又怎樣 有甚麼問題 可以告你們 潑水 潑水 有錄影大體 是你的 是吧 我說來幹甚麼 為甚麼要我說 不用說 現在擺明是對抗他 看不到 是吧 他應該死了 這些人 下地獄我叫他去 我有扔了很多東西出去 我不知道扔了甚麼出去 告我 隨時告我都可以 隨時我在立法會說要 不是扔雞蛋、扔汽油蛋 林鄭月娥說要追究 為甚麼不拘捕我 簡單的嘛 我說甚麼 你們這樣的心態 自定第二天全部做奴隸 對抗一個這樣的極權 你何必跟他嚇氣 是吧 我就算有扔又如何 OK 先有錫鎮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